大家好,我是董哥 今天呢,我们接到一个粉丝的请求啊 我们看下它硬盘,看全都满了 但是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可能是中病毒了啊 打开后,什么都不显示 这还显示 你看C盘也不对啊 C盘的系统文件也不对 系统文件不可能就这一点 所以说这种可能性是中病毒了 它数据很多 看到吧,全都是没东西了 全都空了几乎 那这种是中了病毒 那看我们中病毒怎么搞呢 我们通过Whex看底层数据 然后分析分析表 分析出来,这数据是有的 地盘 这是地盘,我们打开是地盘啊 这显示地盘嘛 但是我们这样看的地盘是空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电脑是中病毒了 我们看一下怎么给它解决 数据肯定是没问题能恢复出来 看董哥用一招 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啊 最好是这一招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好办了 哦,它这个还被管理员给限制了 那这种办法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命令 好了 那个客户去找硬盘了 那数据再导个小的硬盘上 先导的数据 实际上那数据要导到新的硬盘上 好了,本视频到这儿,再见,拜拜 拜拜